再见陈梦,再见王万玉,47岁马林在上热搜 孙颖莎担心的事或发生 大家好,我是老九,欢迎观看老九聊体育 WTT球星挑战在斯洛文尼亚战的比赛正在火热进行 对于这一战的比赛,我们的主力球员也是悉数出战 所以也是吸引了不少球迷的关注 不过在最近的女双比赛,刚刚拿到开门红的陈梦和王万玉 最终却是止步八强的结果 相信不仅让球迷感到意外 在陈梦和王万玉女双组合被淘汰之后 47岁的马林也是再次上了热搜 不少球迷认为马林在女队管理方面真的是差太多 陈梦,王万玉的组合连四强都没有打进 确实是令人感到失望和遗憾 不止如此,对于马林的问题可以看到 在其他项目当中也是出现了不少暴冷的情况 刘伟山首战出局,混双宽曼 陈梦,王毅迪以及何卓嘉都是相继出局 这次中国乒乓球队两个比赛日就有五位女队员 接连无缘之后的比赛更无缘冠军争夺 而马林作为国拼女队的主教练确实难此其咎 孙颖莎担心的事情也是发生 因为如果陈梦,王万玉的组合效果并不好 而王毅迪近几期的表现又非常不错 教练组原本想让孙颖莎把握女单和混双的夺冠任务 女双交给其他人,也可以缓解她的压力 而现在来看,非常有可能会安排孙颖莎和王毅迪去进行女双组合 如此一来,孙颖莎要花出更多的时间去和新的搭档去磨合调整 还有奥运新周期的夺冠计划恐怕也要随之调整 又要身兼三项扛起重任了 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期留言